上星期有學生管有了一些TATP被警方拘捕 所有的TATP都一定是自製和非法的 由於它是不穩定的化學品 有可能在運送期間 就算它不是有心想引爆的 它也會產生這個誤爆 其實TATP的威力 就是緊處於一些軍用級別的炸藥 7月期間 我們曾經處理過 1公斤的TATP高性能的自製炸藥 去到差不多1公斤的話 可能會將一些處鎖 或者一些車輛炸到粉水 今年2019年到暫時來止 在重量或者它的數量 亦都是我們香港處理TATP 自製炸的個案以來是最大量的 其實香港法例200章裡面的刑事條例 都說得很清楚 非法管有爆炸品製作 或者有意圖能夠發生爆炸 這些爆炸品的話 就均屬違法 本一經定罪最高的刑罰 可以監禁現實